交通部宣布,11号开始,从国外回来需要居家简历14天的旅客,不能够搭乘大众运输回家。 如果违规的话,要处10万到100万元的罚还。 而因应清明廉价到来,高铁也宣布,在4月1号到6号期间,暂停贩售自由座,要采取全车对号座。 卫生局人员示范防护衣穿托,未继承车司机培训,高雄市防疫继承车4号上路,专门接送需要从机场回家或就医的检疫隔离对象,高雄市以日薪3500元聘任,一个月可领有9万元薪资。 北高陆续成立防疫专责车队,交通部也宣布,4号开始会成立防疫车队,接送从国门抵台,必须居家检疫14天的旅客,方案上路后将有一周的宣导期, 从下周三11号起,从中港澳,韩国,意大利,伊朗入境的居家检疫者,就不可以再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返回住所,否则开罚10到100万元罚还。 这个方案是规划以机场的排断计程车跟驻订车来提供我们居家检疫者点对点的交通服务,目前我们桃园机场以及松山,台中,高雄等航空站,也都已经规划了妥适的路径的旅客动线。 而下个月初的清明年假对交通运输防疫又是一大考验,高铁宣布清明假期输运期间4月1号到6号,暂停贩售自由座,所有车次一律实施全车对号座,期间也会暂停订期票,回溯票,悠游卡等使用。 清明年假书运高铁暂停自由座会不会影响想要省荷包的学生族群,高铁强调期间还是会提供大学生优惠和早鸟优惠,记者王介春,许正俊,黄仪金,郭聚林,高雄台北报道。